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夏天要到了 有機會穿比較緊身或是短的 或是穿泳裝 這時候體型自己稍微注意一下 其實很多的女藝人 他們要保持身材好 不是說這個... 或是親自他就可以 也是有下一點功夫 不管他是運動也好 或飲食也好 不管怎麼樣 我們從現在開始 就好好的餵自己的曲線 稍微注意一下 今天我們請了一位特別來賓 來告訴我們他怎麼樣的瘦身 而且用什麼方法 會讓我們瘦得很健康 讓我在2016年 大家就很有自信 好不好 首先介紹這位好厲害的 潘洛迪老師 好,來 親愛,你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潘老師 夏天到了 是不是 簡陪要是有方法 潘老師就在這裡 對 另外這位呢 剛剛老師說他曲線非常 夏宇童 嗨,大家好 我是夏宇童 夏天到了 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 就不用怕夏天的時候 要穿短褲或是迷你裙了 好的 另外這小美女 我看到好苗條 到底是怎麼保養 我們歡迎蔡霞姐 鳳姐好 老師好 我跟你講 女人們,你們不要怕胖 其實你們沒有 真有自信啊 另外這位 我就不知道他有沒有在運動 潘洛老師 哈囉 哈囉,美鳳姐好 老師好 運動呢,一定要時尚 時尚要健康 讓你的生活呢 在運動裡面呢 讓你更美麗 好,那真的要動一動啊 如果要美麗的話 當然對不對 光說不動假把戲嘛 馬上 對不對 不要再看你們 讓你看你們大家希望 來,兩位同學加油 這個時候大家都要站起來 跟著潘老師動一動啦 老師 老師,你到前面你很難過 我到前面去嗎 這樣可以嗎 老師,一起 好,沒有問題 好,來 姐,要躲在哪裡 我們在這邊 在這邊是 夏天到來 跟著潘老師動一動 對不對 好,動作輕鬆一點 左右邊跟著我一起 然後單一、單一、雙 來,打起來 一個、一個、兩個 一個、一個、兩個 好 再一次 一、二、三 怎麼會這樣 現在是發生什麼事情 那位大姐不要蹲下來 看這邊 請你跟我這樣做 手在哪裡 剛才是腿 現在是手對不對 對 這個動作終於對了 姐姐,對了 下一個動作 扭屁股 我來扭扭扭 扭扭扭 再扭扭扭 再一次 蹲下去 凡緯老師 你以為我瞎啦 再一次 蹲下去 再扭扭扭 來,前面跳完 換後面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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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看得久 要是打到帥 要吵吵 再一次 好累哦 好累哦 這樣好不好玩 好玩 好玩 給我一個漂亮的姿勢 好不好 好 CUE 好看哦 好美麗的掌聲鼓勵鼓勵鼓勵 好 好美哦 簡單幾個動作就很喘耶 真的嗎 現在 要喝咖啡嗎 要不要休息一下都下個鍋了 我想吃下午茶 我們可以先放飯吧 我累了 我跟你講 他這種事 除了跳舞會累 也會被笑到累 真的嗎 你每次為什麼在跳舞的時候 你還有很多的話可以講啊 這是一定要的 跳舞是一件很孤單的事情耶 當然是要講幾句話 你老師點名耶 我有點名嗎 我剛剛蹲下去 你馬上點我幹嘛蹲下去 因為大家都站著 只有你蹲著啊 到底是點我要點他嗎 不是,因為老師很棒耶 老師很棒嗎 真的哦 還不錯耶 我是第二次上他的課 第二次 很詠意 很好的 他跟林國基,你覺得 國基就算了啦 國基真的 我覺得凡衛老師OK啦 老師,我要請問一下 你覺得我們這一般來講 女生或男生 哪個部位其實是最難受的 潘老師那邊書上 有教過大家一個方式有沒有 女人的心房四小 心裡面最希望小的四個地方 不得了啦 不得了啦 今天讓你看一看 我還多加了第五個地方給你 你看看哦 第一個 胡蓮秀 也就是白白秀 第二個 什麼 小肚子 對不對 第三個 下垂的臀部 對不對 是不是 馬來西亞是不是 馬來西亞 來,小腿了 對 對不對 雙下巴 對,要求了 對不對 這個東西開玩笑還得了 所以說你看 我們所有的心房四小裡面 包括肚子、大腿、屁股、手臂 光這些東西就是你女生最愛 真的嗎 最想要瘦下來的四個地方 痛恨 蝴蝶秀 太難了 這輩子都要跟他對抗 沒有,今天 你拿著 拿著唯一的一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不用做 我拿 你拿著 蝴蝶秀 蝴蝶秀 有沒有,你看 觀眾朋友 這一集你要把握手 把手張開 好 好,我們先做右手 右手,你看掌心朝上對不對 請你做一個360度的旋轉繃緊 旋轉到底,有沒有 到底 到底 有沒有 有沒有感覺 好,你現在繃緊的 你旋轉的同時 你的三頭肌肉就是你現在這一塊 蝴蝶秀是會繃緊的 是不是繃緊的 對不對 對 它整個是這樣 要平嗎 好痠啊 對 好,同樣動作換邊再來 360度旋轉到底 往前 對,往後 往後 對,往前 盡量往前轉 往後轉 其實沒有關係 手臂記得轉 身體的姿勢應該 身體的姿勢 好比說我們現在這樣對不對 對 你就轉 身體跟著轉動 轉動 對,身體跟著轉動 只是我告訴你 你的掌心必須一定要朝上 因為你要站個360度 所以要再上來 好,請你一分鐘 兩手 譬如說兩個算一下 一分鐘麻煩你做滿30個 30個就好 好多 這就是蝴蝶秀 蝴蝶蝴蝶 真的 好痠哦 而且會痠到這邊 對,這個就是所謂的 對啊 都麻上來 對不對 麻上來,對不對 好像人家扭衣服耶 對啊,就是那個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手臂其實是很簡單 第二趴 然後第二趴 小肚男 這個真的是 肚子很難耶 常常我們肚子這樣 我們每次都教大家做什麼 最簡單就是你在椅子上 很多都是每次都 大家都這樣抬起來 是不是 不要這樣 不要 我現在要抬起來 但是我給你一個動作 你一定要抬 你 坐穩就好 不要讓自己倒下來就好 坐穩 抬起來對不對 跑步 對,就是一直跑步 很痠 對 那腰這樣會 一分鐘 對,你就撐住就好 要撐住嗎 你只要跑一分鐘 我剛才有講 你沒有在聽 法律老師 對,沒有錯 手撐住 只要不要讓 請你不要鑽 很好 腰痠 撐住 很老再來 繼續撐著 對,一邊講話一邊聊天 對啊 馬來西亞什麼東西那麼好吃 對不對 好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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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好,放下來 好酸哦 有沒有 大腿都酸耶 對不對 大腿就來 那是不要在太軟的沙發 對 就是找一個你可以坐下來 然後不會讓自己會... 不會轉的 中心不穩 對,其實就可以了 對不對 第三個 臀部 好重要哦 屁股的動作 你必須要稍微微的站起來一下 站起來一下 我們現在做一個互動 你的對面這個人 如果你沒有這個人 你可以在家裡抓一個東西 一個門把或者一個什麼東西 只要讓你身體不要往後倒 好 來,老師,過來這邊一點點 往前一抓 對,往前一抓 好,你可以揮一點 老師,我要抓你嗎 對,你看,這樣抓 這樣抓到對方 好,蹲下去 腳尖 膝蓋不要超過你的腳尖 把屁股接起來往後 然後互相拉 屁股接起來往後 再往後躺 你往後躺 把重心給我 對,把重心給我往後躺 你很重 對,好,然後把這個都放掉 小姐太棒了啦 老師,不要拉走了 看一下 把鏡頭看一下 來 這就是大點 把屁股接起來 這樣子 把屁股接起來 很好 重心很好 雙手弄痴起面帶來一下 很痠對不對 很痠對不對 好,慢慢的回來 手回來 好,慢慢的起來 像這樣子就可以 對啊 這樣有沒有很簡單 對不對 是不是 坦白說有時候要去運動的時候 就算是去戴恩森林走 有時候想要穿什麼 這也是一個困擾 要穿衣服到褲子 我知道 這大家都知道 是應該怎麼穿 穿後對運動來說 是很舒服、很好的 是不是 對 對啊 這個很重要 像之前我運動穿那個棉褲 那個一流汗的時候 那個棉褲黏在大腿上 可怕 好重哦 這種專業的布料 我看只有凡位老師知道 對 最厲害 其實在運動的時候 其實穿衣服是很重要的 因為以前 因為以前的運動衣 大家都會想說 我是為了運動而設 而去設計跟生產 它其實少了一些時尚的元素 只有運動的機能在上面 很多女生因為... 第一,怕運動 如果提到運動就說 我不運動 第一,不運動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懶 還有種 怕醜 對 那就是不知道要穿什麼 對,真的 然後穿出去 如果說很舒服 很像阿桑 對不對 所以選衣服就很重要 很重要 而且運動完回來 那衣服都流汗幹嘛 你若是免得太多太笨重 你要又洗一堆衣服 到底要... 真的是麻煩 真的麻煩 對,所以現在 我們那個時尚機能的運動衣 是很重要的衣服 好,我們看小姨這套 來 小姨這套其實它的布料呢 這個花色布料是 可是它設計非常貼心 你看它旁邊是透氣 整個透明的 是透氣的 很舒服 這個地方還有 所以你在晚上 如果出去運動的時候 就會很安全 還有一點 我要說 因為它選擇這個花布 有時候可以 蓋住一些女生的缺點 對 譬如說女生很怕的就是這一塊 有時候會... 它會把這裡就剪開了 然後這裡這樣 就好像修飾這邊比較窄 對 還有一點 女生你正面給我看 女生有時候除了這一塊 也擔心內側 女生會... 它這個花色的感覺 就不會特別去... 很明顯 我相信如果穿宿色 你也會很明顯 怎麼辦 對 可是遠看那個錯覺就不會了 你看遠看就不會有那兩塊 因為台灣的女生 其實比較喜歡 是有一些花的設計 所以跟歐美是不太一樣 歐美比較喜歡穿素棉的 所以我們是花的 所以這個設計師 跟那個知名設計師 去配合時尚 所以做了一些時尚的印花設計 對啊,還滿好看的 它更厲害是上衣 來,你脫一下你的外套 好 它上衣其實呢 它小姨這尾設計師 就是很經典的設計 你看,它前面其實它有 除了杏材檢驗之外 讓你的身材 身形是比較瘦的 集中型的,對 然後它有稀釋排汗的功能 裡面還有一個透氣層 重點是它後面 它有一個交叉 外面好看 對 然後重點是來了 這個地方它最貼心 它有一個扣式的一個 這個時候 你可以因為每個的身材不一樣 它可以去做調整 就是我瘦的時候就可以... 瘦的時候可以扣一點點 然後胖的時候可以放鬆一點點 所以它的支撐力是非常非常好的 像宇童這一款的 視力都不太一樣 它的透氣 它的地方是放在下方的地方 然後它剪裁一樣 這個櫻花剪裁這個地方是 有凸一塊 跟玉花姐說的一樣 它不是直線的 所以你正面看的時候 馬鞍是瘦的 然後還有 它的臀部剪裁這個地方非常貼心 你看穿起來的時候 屁股是往上翹的 對,讓它本身調整得好 然後運動型的 好,重點是來了 它的料子是... 是一個玲瘦的料子非常非常的舒服 所以你穿起來其實 它可以塑裙之外 它不會讓你覺得太緊繃 而且很透氣 花色 對,然後我們來測試 它後面這一塊透氣布料 其實非常非常的透氣 我們拿一個熱水來做一下測試 你看它放上去之後 你會發現它的氣都冒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是啊 真的耶 好,所以在我們在運動的時候 穿它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汗就可以... 很舒服可以排汗、排掉 透氣 不會覺得像美鳳姐說 穿完之後很濕、很悶 然後運動不舒服 而且它的花色 你穿上去可以休息身材 出去在做運動的時候 健康、時尚 又美麗、又自信 這非常重要的 延展性也很好 潮男的必備條件 對,而且重點是... 對不對 它延展性非常非常好 好啊 來 好軟耶 很柔軟的耶 延展性 它延展性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你不要這樣 對 你也要 因為我們去做瑜伽的時候 有時候這邊常常會卡住 對 所以你的腳就會要伸長、不伸長 對 這件就完全可以 所以它的料子的關係 而且它最貼心是 它的一般運動服的LOGO 在硬的時候 你在穿的時候 其實在運動的時候 其實會流汗 那一流汗 因為摩擦很不舒服 它這個是 完全是很無感的那種 硬上去的 所以你在硬的時候 上面你就不會就有摩擦的感覺 不會有硬一次次的感覺 對 剛剛講到那個運動雕塑 然後其實也有很時尚 但是考慮到有一點就是 怎麼瘦小臉 對 這個很難 怎麼樣瘦到我們的臉 我現在介紹一個就是 現在日本最紅的 最夯的一個瘦臉神器 它在日本已經銷售到 就完全是你在那個雜誌上 你只要到哪個地方都看得到 而且還缺貨 對 它是一個美容按摩儀器 來 對 就是它 都是在達至上的步驟 看不到本人 看不到本人 對 所以它這一副是一定要... 就是這個樣子嗎 就是它的那個... 兩個那個是可以震動的對不對 它... 是那種嗎 它就好像可以這樣推 然後會夾緊是不是 這個最厲害 這跟... 這個他們... 我先介紹一下 他們這個地方是 杜柏晶 杜柏晶 因為它是... 這個呢 它有 微電流的感應 所以用的時候呢 它的發速電波 跟我們人電波最接近 所以它用起來效果也最明顯 然後你在用的時候 它其實就可以這樣子滾 是在你的臉的位置嗎 而且你滾的時候 一人一隻嘛 你滾一下 來 滾一下 你在滾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會有那個... 有感覺在... 有一種電流這樣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 好像吸住 吸鐵一樣的電流 有沒有 你拉了耶 對啊,它真的... 它有覺得被電的那樣 對啊 它就完全把它好像吸住一樣 而且... 而且這滾的時候 會覺得整個是... 被它往上... 推出去 不會哦 你看它回來的時候 它會這樣 很厲害啊 它回來的時候 它會擠在一起 而且這個一天只要用五分鐘 就夠了 對,而且重點是 你在用的時候呢 你千萬不要壓到它的 太陽能的地方 因為這個是 不用放電池 它是... 就是太陽能的 所以它完全的... 是不漏電 所以在洗澡的時候 也是可以用的 用它這個 如果比較多的這樣 推... 你看 你看 都聚集在一起 真的耶 你看,對不對 真的 你看,我現在 我現在輕輕這樣上去 對不對 好,拉下來 不用 你沒有用力對不對 你看,沒有 說實話 這支是全功能 你全身都可以用 然後腿也可以 腿也可以用 腿它可以直接按摩 它也可以當按摩用 對,按摩 你如果來回的時候 其實你用完之後 你腿會瞬間變白 變白 所以你用一個單一方向 它是都可以 都可以,對 它說要擦乳液 如果擦乳液的話 它就變成是SPA的機器 就是可以加強它的吸收 就是說 你擦乳液或擦什麼是還OK 但怎麼清這個東西 它很簡單耶 其實你要清潔上 其實我們用水清潔就可以了 但如果說我們擦一些什麼 身體乳 會比較油的時候對不對 我們可以用很溫和的清潔劑 放在布上擦拭之後 用清水沖乾淨就可以了 那意思就是說用清水 那我在泡澡也可以使用它 原機防水 所以你在泡澡的時候 你也可以做按摩 好方便 對,非常非常的好 它攜帶又方便 平常你放包包裡面 或去工作 上班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用 重點是它瘦臉功能更厲害 我們大家請小潔來 幫我們做一下示範 我教大家怎麼樣用這個機器呢 讓我們的臉變得小臉 好嗎 好 來,在瘦臉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想說 我怎麼樣按會最好 其實在做瘦臉之前 建議大家先做一個頸部的 所以其實我們不要直接 開始就按了 我們可以先舒緩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瘦臉 是整個把這個... 裡面的... 臉上的一些潔氣 或者把它打通之後呢 這個水分 我們就會瘦了 所以我們可以先做這個 舒緩的動作 好舒服哦 它其實都不要用力 你就很輕 它很像我們人在幫你按摩一樣 都不會卡到肉 大概是五到十下就可以了 然後呢 來,臉方... 真的很舒服耶 我們臉的時候 從下巴到耳朵的輪廓線 我們就往上 往上 老師,你們要很用力對不對 我們都沒有用力 多做幾次 那整個肉是被吸上去的 五下對不對 好了,眼睛這個地方 也要往上提 這邊也可以 對 為什麼才一下下感覺好像有... 怎麼不一樣 你看它嘴巴旁邊在肉 也是可以的 對啊 往上 這邊也可以 對 天啊 老師,你等一下要把我另外一邊 弄回來了 那如果說你就覺得說 你要多一點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再多加強 一天大概做五分鐘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我們讓它更V的話 我們可以再加強這個輪廓線 那如果人家有插了一些 可以拉體緊緻的之後 然後再來用這個 那不然效果更厲害 它就變成是一個 就是讓精華液加強吸收的 一個儀器 臉歪掉了嗎 歪了 有 有,你看它兩邊好,另外 有哦 這邊比較多,對不對 而且另外一邊有抹 往另外一邊沒有了,對 你要好好按抹 所以就大概一天這樣 用五到十分鐘 輕鬆就可以刮子臉 好棒哦 好棒哦 臉部 我熱了 那我就在想就是說 它除了本身 我們去運動 穿了一些這樣的雕塑 然後又時尚 穿起來又顯身型還不錯的 我覺得真的也不容易 所以臉也真的是要鍛鍊的 要鍛鍊 剛才那個我們只是按摩嘛 對不對 對 那鍛鍊臉部有另外一套 很厲害的一個命運武器 好 這個命運武器不一樣的 這什麼 鍛鍊我們臉部肌肉的 這是竹蜻蜓嘛 就是放到竹蜻 這個 可以這樣撞 有它上去 有一個 小叮噹 對 其實這個訓練我們臉部的 好多個線條 譬如這個地方 這個的肌肉 臉部的肌肉 還有嘴巴輪廓的肌肉 然後用的時候很簡單 就是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用嘴巴咬住它 然後它這邊設計是有 有波浪設計 所以可以幫助我們在咬的時候 不會滑出來 我們用的時候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是咬住它之後 一定要用力吸住 好 還有這樣 沒有,凹凹的 要吸住 好 要吸住之後 我們開始來做 來,大家先站起來一下 其實如果說你在用的時候 因為它要靠著晃動 去訓練我們臉部的肌肉 有些人可以直接晃動 可是如果說你不能晃動的時候 可以用我們身體去輔助它 所以老師這樣 好 好棒哦 好棒 這個一定要吸緊哦 一定要吸緊 頭不要動 這個一定要吸緊 頭不要吸緊 用腿部的力量蹲 再蹲,蹲多一點 頭不要動 我很想給它扒下去 好,我可以說 其實來,大家先請坐一下 它其實在用的時候 好,一定要記住 一個很重要的訣竅 就是你一定要吸緊 因為為什麼你不吸緊的時候 其實你直含住它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吸緊之後 你頭點的時候 就訓練這邊的肌肉 真的嗎 對,來,我們呢 給它 怎麼有要飛起來的感覺 你好厲害 我覺得我要飛起來 老師,好厲害 老師,要飛走了 老師,你好厲害哦 老師,要去哪裡 老師,要去哪裡 小青打電話給我 叫我要回回去找他 姥姥還沒來耶 對,還沒來 對不對 好 這個一訓 其實它訓練我們臉部哪些肌肉 我們來分析 跟大家講 灌小雞就是臉肌這個地方 灌小雞 好,灌大雞 就是我們所謂的蘋果雞這個地方 還有呢 夾雞 夾雞 這個地方夾雞 還有笑雞 還有口... 嘴巴這個輪廓雞 所以這些可以讓我們的臉 看起來呢 肌肉更健康 然後更細緻 那個線條可以出來 所以它最主要是可以改善法令紋 然後還有呢 我們臉部的那個黃金比例 所以它可以讓你看起來更年輕 其實在家裡面 我覺得建議大家就是你可能 在休息的時候對不對 你放一點音樂 然後大家就... 就是咬一下對不對 來做運動 其實還滿有樂趣的 對 老師,你可以坐這三十秒 然後搭配你的那個動作 我剛剛已經接完女兒了 我剛剛一直接回來而已 才剛接回來而已 可以啊 我們現在坐一下 然後我們直接結尾 就謝謝大家 真的哦 好不好 老師來 我先揮了哦 好,一扁 揮 揮 好,揮 好可愛哦 這樣一波臉部的運動作 大家都有一個很好的線條 謝謝 登下起 可是這很難 你一直不懂哦 他竟然還有尊男歌 對,他有尊男歌 對